Le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不列顛人 對上坡四人 那最近我們的會員功能已經開放了 那有興趣的觀眾們 可以加入會員支持本頻道一下 那最近會推出起碼魚砍殺的一些影集 還有一些我有興趣的遊戲 做成一種小說的感覺 來遊玩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頻道的目標是變成那一種 說遊戲 聊遊戲的那種感覺 那會推薦蠻多好玩的遊戲 給大家去介紹一下 那形式的方便我們會用寫日記的方式 用寫心得來告訴大家這些遊戲的好玩之處 好 那我們回到遊戲裡面 那這場地圖是阿拉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不列顛的地圖 不列顛的地圖 哇 這個算是天土了 這個很好圍喔 這邊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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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圍的方式比較簡單一點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主精還在後面 石頭有在後面 那果樹在前面一點比較不好一點 當然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它就算沒有大圍喔 它可以當輕鬆的圍 這樣子圍 再這樣圍一下 再這樣圍一下就差不多了 看起來這個不列顛的地圖 是比較輕鬆一點 就算他不圍到這裡 也可以這樣子小微 這樣子圍一個過來 所以他整體而言 前期會過得非常舒服 好 我們稍微來講不列典的文明特性 不列典的話是工兵加成的文明 射程非常遠 然後前期有這個吃羊 或是吃一些可以馴養的動物 有這個吃的速度加成 現在前期不列典也是蠻適合打這個裝甲塔 或是棒棒騷擾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在現在的META裡面來說 不列典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品種跟拇指環 這兩個問題 那其餘的問題都不太大 因為他是工坊都全滿了 裝甲 弓箭 步兵 騎兵全部都有的 但是就是沒有這個 比較核心的科技是沒有的 所以比較尷尬一點 所以不管打什麼兵 不列典都不會說非常非常誇張 除了這個工兵以外 這個射程真的是很誇張 但是你們也知道了 這個工兵要到最誇張最滿的情況下 這個經濟投資要花很多資源的 所以也不太好把這個射程拉到最滿 好 那來看一下波斯 波斯是我一直很推薦新手去玩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有遊俠可以出之外 他有這個波斯工兵可以出 波斯工兵的話研發科技完之後 工兵不需要黃金 也是相當好的一個 訓練自己玩工兵跟騎兵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步兵也是滿的 所以他可以打這個步兵也是OK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的這個TC運作效率 是全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在波斯來說這個文明 在城堡時代是最強之後 因為他是爆3TC 經濟是爆最快的一個文明之一 所以波斯來說你要練基本的爆經技跟龍的話 已經是要先練波斯會比較好 只要你波斯的運轉效率可以運得起來的話 那你其他文明也一定沒問題 所以我一直說新手要玩波斯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波斯處子之外 這個波斯大象大家也是滿熟悉的 但大象其實不常出現 那我們就來看他這場會不會出 好 那我們先看地圖的部分 地圖黃金在前面 果樹在後面 那這塊金也不好守 因為這邊 果樹區喔 離他這個地方遠 要違的話有點困難 總體而言 波斯這張圖比不列爹爹爛很多 好 那波斯的刺猴也到了敵人家裡 看到要來打這個棒棒 不列爹確實打棒棒很OK 那不列爹 這邊有看到他對防守家裡的經濟狀況 那地圖看起來並沒有了非常好守的感覺 這邊右邊 木區跟果樹喔 全部都在一起 很容易 什麼 小弓阿戰寶直接走過來 或是這邊再插個箭塔 敵人直接在這邊插個箭塔 他的主金跟果子跟木頭 全部都要搬走 一定要搬到這裡啦 對 所以這個波斯的一個防守 是變得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就是自己先插箭塔嘛 要不然就是自己打強軍士喔 兩種選擇而已 好 不列爹三棒棒出擊了 那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三棒棒會怎麼打 這邊視野應該要來看到了 好 這邊波斯選擇是打刺猴 但刺猴遇到棒棒的話會很難受 原來棒棒如果還生裝甲的話 攻擊力超高的喔 攻擊力很容易就砍死一隻肉馬 好 這邊沒有圍嗎 一瞬間把這個地方圍起來 很可惜喔 差點就穿進去了 好 不列爹還是有投資這個裝甲步兵喔 那其實裝甲步兵 投資這個是蠻貴的喔 要140肉 那黃金也需要一點 40黃金還是60黃金的樣子 有點忘記了 好 那這邊棒棒直接開敲 這邊要直接撤了嗎 看到這麼多的 刺猴居然沒有繼續前壓嗎 他這邊是想要拉掉這個四野 讓對手不知道他的這個裝甲步兵在哪裡 那確實他往這邊走的話 他就不知道對手往哪裡走了 因為他剛剛走的位置 但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所以應該還是有反應過來 這邊趕快圍一下 好 裝甲步兵往上看一下 看能不能打到點東西喔 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 可能有點難打進去喔 裝甲步兵沒有弓箭鎖的一個幫忙 是比較難騷擾到東西的 那POSE這時候 慢慢轉出自己的一個弓兵喔 那這邊還抓到一隻村民 哇 結果是反而是POSE先拿到手殺 好以為是裝甲這邊會拿到易殺喔 結果這邊刺猴抓得還不錯 抓到一隻繞蛋村民 那三隻刺猴還有在出喔 出到第四隻了 五隻 總共有五隻 那這邊有大量的一個裝甲 加這個裝甲步兵跟長槍兵 還有刺猴在牆中這個木槍 想要打破那麼多 但是後面弱馬回來了 戰毛也過來 看他這邊秀一下操作 戰毛再一下 OK 擊倒 再來 看他這長槍兵能不能再打掉呢 這裡POSE沒有點一擊射喔 非常的省資源 可能他資源不夠出喔 只能硬按這個戰毛 增加這個戰毛數量 來試成沒辦法增加 好 那POSE這邊經濟看起來非常好 他這邊鐵已經撒了一整片鐵了 然後後面挖金有在挖 挖六個人在挖金喔 那這邊POSE可能等等會點下這個市值喔 靠一些買賣喔 上城堡市內 不然就是這邊他要一直按攻兵喔 不會停喔 所以才會變六金的這個配置喔 後面這邊直接反打一波喔 但是這個毛兵 把長槍兵整理收掉了 長槍兵被收掉之後 肉馬直接上來硬砍 直接砍死三隻裝甲 哇POSE這邊大獲全勝 但這邊毛兵是不是按的有點多啊 感覺好像有點太誇張了 好 那這邊小公還在繼續按 小公數量其實蠻多的 來到了七隻左右 那這裡沒有補下這個馬舊嗎 這不補馬舊的話 這些毛兵有點太無雙喔 但POSE這邊的組合也是蠻強的 這個肉馬加戰毛 毛兵的一個搭配喔 確實是不好解 好 那POSE的圍法喔 相當的耗費資源喔 很多人力卻耗費掉了 這個圍起來 實在是有點傷經濟啊 好 那這邊工兵有蠻多隻的喔 九隻 九隻能射到什麼東西嗎 要小心這個毛兵喔 但這個毛兵是還好 並沒有這個一擊射 所以是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可以繼續射一點 射一點 好 這邊加速一下 應該這邊只是過來尋個裸 並沒有要真的開打 好 補一下第二個射箭場 那就不會補這個市集喔 可以按一下這個城堡時代 看起來不列的敵人是沒有打UU的喔 雙射箭場的情況通常就是直接上牆弩了 好 不會去挖石頭 這個玩法不是U的配置喔 所以我可以很篤定的說他是打這個牆弩的 因為連石頭都沒有挖 這很明顯 很明顯 好 波斯上了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蓋他TC喔 沒錯 波斯就是要蓋TC開農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好 這邊應該還會再下一個TC喔 欸 可是下這個位置喔 不下主金的話呢 這邊要挖石頭趕快插石毛插到這個位置喔 不然主金被控的話會很難受 好 不列顛這邊 奴兵全部升級 好 彈道學點一下了 好 這邊射了兩村 射了兩村之後走掉這邊然後收村一下 好 不列顛最討厭的地方就在這裡喔 只要有這個彈道學就很好了 去偷到村民了 好 看來這邊要直接射進來 這個射到房子了 好 你看這個毛兵 可難躲這個箭矢 哇 不列顛的弓兵真的很噁心喔 射程有8阿 毛兵這邊只有點1級射 射程只有5 整整輸了3射程 然後這邊有一隻刺口直接硬砍 差點 差點砍死了 WAT 肉把也送掉了 哇 不列顛這個狙擊弓兵喔 超猛的 射程又遠了 射程準 那真的是很難受 一直用這個射程優勢 所以不列顛沒有拇指環喔 最大的原因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喔 因為他射程真的太遠了 為了要平衡這個文明喔 所以不能再給他拇指環 再給他拇指環的話會射太快喔 好 那波斯這邊3TC之後 不列顛也剪下3TC了 那不列顛的TC造價也是全遊戲裡面最便宜喔 所以不列顛開龍也是蠻適合的 所以我也蠻推薦新手去玩那個不列顛跟波斯這兩個文明 好 那這邊可能會打進去喔 但這邊波斯選擇的是用騎士防守 那騎士防守的話 防禦可能要先點好 這邊還是在點啦 一分鐘時間 這邊好像在狗一分鐘才有可能守得住 但這邊不列顛似乎有看到對手 並沒有二級防 但是有點害怕不敢進去 那這邊稍微射幾片龍條 賺點60目也不錯 好 後面更多公兵國怪 30隻奴兵阿 奴兵量很大喔 那不列顛的奴兵的話還有很麻煩之處喔 就是你用這個投石車阿 或者是這個奴炮 去跟他對射的情況下很容易換輸喔 因為他太容易可以集火 然後用這個彈道學直接集火掉這個奴炮跟投石車 所以不列顛確實要打打他的話是很困難的 要搭配這個戰矛加這個騎士阿 然後在奴炮之類的 混兵來說會比較複雜一點喔 才會比較能好守得住不列顛這個弓兵的射程 好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又撤退了都在騷擾 上面這一波公兵過來射一下馬上收村 但主經這邊被抓到一村 哇 主經你看這邊沒有插城堡 他就可以一直過來騷擾 自己又為什麼不能握黃金 波斯經濟越來越慘 好 但是還是有七十幾吋喔 因為畢竟波斯的效率比較好 哇 這邊起筆沒空好 直接要送光了嗎 這邊躲一下箭矢 欸 躲得還不錯喔 雖然死了四隻騎士 但是最後還是拉掉了 好 那波斯利用自己的城堡時代的優勢喔 開始搭爆呢喔 自己的PC運作越來越好 但是要面臨卡人口的問題喔 趕快補下這個房子 好 騎兵的數量也蠻多的 但是這些量喔 還是不夠去抵擋對方的工兵喔 好 這邊再走過來 好 那時候 布列爹還要按一下長槍兵喔 並沒有要省資源喔 像我的話我就想說 喔 這邊直接上帝王時代就好了 趕快連長槍兵都不想按了 然後高手們喔 就是不會這麼硬要上帝王 但是你看波斯這邊 波斯這個玩法就很像了 硬要上帝王 好 這邊硬上帝王 提示後面hold坎 但長槍兵不敢上去硬戳 如果可以硬戳我覺得沒關係喔 畢竟人家是黃金單位喔 戳下去的話 肯定是穩穿不虧的 畢竟不用黃金啦 好 提示往後拉 但是布列爹防守還不錯 但這邊攻兵鎖住 波斯的黃金有點傷喔 波斯這邊可能就沒有挖黃金了 黃金一直 哇 黃金弓一直被射 這邊要來蓋T恤 蓋守一下這個黃金礦虛 不然他第二份野金 其實離得蠻遠的喔 在這裡 可是他的野金跟附金 看起來都不是一個很好的位置喔 還有一塊中間在這裡 那這邊還可以插個城堡 但是波斯這裡卻沒有挖石頭 但是石頭挖到一半就不挖了 其實這個有點危險 TC直接蓋在這個位置 但你們要看這個TC的射程 只有這一片而已 但是這個 奴兵喔 是可以 直接把TC射爆的 是沒有問題的 哇 這邊直接硬蓋 結果還被 射了個一波 這邊其實一直很想要上喔 但是波斯看起來是要上帝龍塞之後 去點一下重裝騎兵喔 才要去打這些奴兵喔 還有這個三級馬卡 三級馬卡點下重裝騎士也點喔 跑步也點 但是自己的騎士還在保存實力 努力要上這個三攻喔 三防啊 三防跟重裝騎士 雖然波斯被殺了十五村喔 但是村民說還是有點領先的 領先十五村左右 這場有點兩邊都在弄喔 都沒有在打一個大學戰喔 都是非常謹慎的 都不輕易開戰 所以我們這邊盡量加速 不然他們兩邊在弄 也是要弄成就的時間 好 那不列爹這邊後面工兵過來 直接要來包這些重裝騎士 這裡長槍兵雖然很多 工兵直接開射 長槍兵直接包起來打 後面還有工兵在輸出 哇 這個配置非常好 但是這邊工兵可能要小心一點 還是要往上賭一下他出去的路呢 哇 這邊還真的拉了一隊上去賭喔 太狠了 大量的一個重裝騎士被射到殘血 好 那還有幾隻騎士在這裡 要拉幾隻長槍兵去床守比較好 結果波斯這一波到後面被包住喔 反而被不列爹抓了個陣走 第一波開戰 波斯拿下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劣勢啊 這個不列爹 不列爹強弩按了 三級射也點了 看來就是強弩射到底了 這個連防禦都不想按 好 那輪走也點下了 不列爹跟波斯喔 兩個其實都是比較適合去早點點出這個手推測的文明 畢竟自己家的TC很好蓋喔 還有運作效率很好 這個盡量往經濟發展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問題是要怎麼守住這一坨強弩呢 強弩的向上射程是5加5喔 那這個不列爹還沒解下這個義勇騎兵的科技喔 可以增加 再增加一點他的射程 所以不列爹強弩是可以到11射程 基本上是比城堡射程還要遠 長弓兵的部分 長弓兵是12射程 然後要警隊 但強弩的話是比較難射到 欸比較難打這個城堡的 還是有可能會被那個城堡射到的 有些文明這個城堡射程比較遠 但長弓兵的話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想怎麼射就怎麼射 好巨頭開拆 三級 弓兵鎧甲 不知道是不是這邊是可能出戰嗎 好 好 剛才這個TC也是要布包了 城堡算應該在算蠻後面的方面 但是這個有點太後面了 長弓兵還是可以佔這個位置 可以吃到這邊主金跟農田的位置 果然這邊已經滿人口了 哇他這邊 非常的暴力喔 完全是在用經濟訓練對手 那波斯也是盡可能的避戰喔 讓自己農到最強的情況下 在這邊 對方開戰的一個局面 好這邊有三級防衛跟二級射之後 化學要好了 好這邊直接硬投這些長槍兵 但是強弩傷害蠻高的喔 還是可以直接射爆這些戰毛兵啊 好波斯為了點下各種攻防的關係喔 所以自己的單位並不是很多 好 貓兵開始往前推 貓兵往後拉 騎士上去拆巨頭 但是長槍兵過來 然後馬上撤退 但是貓兵沒有缺點 遊俠三級喔 黃金亮起是夠了 但食物太缺了 食物大部分都去按這個 戰毛兵啦 他戰毛兵有點 按的有點多喔 但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不然這個沒有戰毛兵的話 很容易喔 這個長槍兵就開始亂射了 好這邊還有一些少男 看一下視野 基本上說這個地圖已經被不列典 重重包圍住的感覺 全部都是在不列典的眼皮裡 你在那裡挖黃金在幹嘛 他都心裡有點 好 那點下這個戰狼套之後 不列典的巨頭時機 會有這個範圍傷害 就會範圍更廣 所以感覺會有那種 打得很準錯久 巨頭褲的時候就發現 欸 戰狼套怎麼打對方巨頭這麼準 其實不是比較準 只是因為他範圍變大了 弱點的這個範圍 所以有那種 感覺好像 命中率上升的感覺 好那點下了二級弓跟 二級馬凱的不列典 看起來是要轉弱馬 那不列典的馬沒有品種 所以要比較小心一點的使用 不然很容易就會射光 好兩邊還在農 都是慢慢農慢慢建造 喔三級木也挖下了 欸但是這個資源是可以點遊俠的喔 那波斯有打算點遊俠嗎 波斯想要拱物自己的領地 連這個石牆都蓋下了 看得出來 哇卡波斯要點這個金瑞戰象 我的天 哇這場好看了 難怪兩邊都不打架 波斯農出戰象 這個有點浪漫 好這邊戰狼直接硬丟 雖然其實傷害的單位有點多喔 但戰象猛人出來了 但恰奴這邊射起來的傷害很痛 戰狼還是射不太喔 損失掉了蠻多的一些戰狼兵 左邊城堡掉了之後 該怎麼打呢 家裡還有很多肉馬可以亂竄 起司過來防守 戰象在家裡等待時機出去了 波斯軍隊戰下攻擊 機24血量620滴血 怎麼樣超硬的 好戰象慢慢走出來 波斯只要點下金罐 還可以增加波斯的一個 波斯戰象的移動速度 這一波大戰一觸即發 戰象開始往前硬頂 但是擊兵戳戰象的效果太好了 很多大象直接被擊兵給戳死 但戰象還在往前進攻 戰象人在繼續往前 後面戰毛兵也是達到非常多的一個疾兵 戰象還在往前 攻兵只要往後退 大象開始擰壓 補裂顛裂顛裂顛這邊可能要往後撤了 不然這個戰象過來直接踩攻兵 可能會踩爆 好這邊回到了全部倒下之後 馬上回頭開始射擊 但這個大象吃了這麼多傷害才倒下一隻 第二隻可能要倒下第三隻可能不會 因為這邊有蠻多戰王的防守 後面的戰象還在努力擠出來 但是沒有太多黃金可以使用了 黃金只剩下左邊左金跟這邊左金的一個部分 挖完就要沒有了 這個戰象能繼續出嗎 格鬥金點下這個金隊戰象升級了 感覺不出好像有點虧啊 好 攻兵開始局輸出 後面的毛兵戰象直接一次排開 戰象的威力很強 這邊要來突襲攻兵了 攻兵直接被頂了一下往後撤 然後後面有夠多指兵補了過來 戰毛兵努力的在解這些疾兵 但是數量數不夠多 這波戰象直接硬頂 開始頂到這些強弩了 強弩血量掉很快 這邊大象的攻擊是範圍的喔 所以這邊血量會一次劍踏掉 哇 又劍跳到好多隻強弩 但是大象的數量越來越少了 看來這波進攻並沒有拿到太多好處 而且沒有距離投時機 所以沒有辦法 好好地把對方城堡拆掉 來搶中間這兩塊資源點 那目前還是狐獵蝶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後面這些麻袖也沒有完全拆光 那出來的肉麻也是在波斯加裡亂竄 那波斯加的正面喔 就是用這個戰毛加大象做一個組成搭配 想要來前壓這邊中間的一個前線 但是後面這邊一直被騷擾 他感覺有點被忙得不過來了 經濟越來越慘 只剩下119村 而且人口一直在170村左右 最好是趕快再把這個人口拉滿比較好 OK 點下銀罐之後波斯弓兵可以研發了 研發好之後波斯弓兵出來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目前波斯的一個木頭是不太夠的 要按這個波斯弓兵出來的話 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 才可以大量量產這些弓兵 好 戰毛直接硬丟這些毛兵 好 這些擊兵 所以等著 但是關兵在後面開射 所以裡面擊兵擋得還不錯 這邊直接堵這個窄口 雖然大象想要殺出重圍 但是擊兵試量太多了 非常大量的一個擊兵直接倒地 那大象血量也有一些都殘血了 但是還是蠻能扛傷害的 有一些弱麻怪所以砍這些弩兵 巨頭可能趕快跑了 不然這邊最後要送400機了 好 那波斯很努力把自己家裡圍起來 看來還是想要出一點大象 那不列頂的推進也是相當緊鎮 並沒有這個一定要推到底 真的不行的話還是會把巨頭挽回啦 波斯現在有點被巨亞在家裡感覺 所以沒有卡出去了 這個裡面只要木桶一挖完 可能就會直接CG喔 所以波斯要趕快找個地方 打出去比較好 好 大象再回來 這邊把他回來給聖旅補血 但是大象沒辦法 沒有這個空檔時間可以讓他補 而且他沒有補滿就要上前線了 但前線這邊會有大量的擊兵直接上來硬戳 戰狼倒地速度非常快 好 大象再次往前 但是擊兵上去硬戳 直接戳死了兩隻大象 第三隻看來也要倒地人看血量掉超快的 哇 全部都大象已經倒光了 波斯已經沒有黃金 再繼續出大象了 這時候的波斯該怎麼辦呢 要出這個波斯攻兵嗎 波斯攻兵雖然射速快喔 但是對抗對方的強弩是有點困難的 雖然不列顛這邊防禦是沒有點 所以點這個波斯攻兵可能還有機會打得贏 波斯這邊的選擇是用這個肉麻加戰狼的一個組合 然後這邊怕了一對擊兵喔 在這邊守這個巨型投射機 好 這邊只要移上來硬點這巨頭的話 肉麻可能會動光 這裡還解得掉嗎 哇 剛好極限解掉 這邊肉麻送掉了 但是還不錯 至少會解掉這個巨頭 哇 浮力一點應該是高力 一直瘦一直爽 一直爽 好 兩台巨頭又補了過來 看來這一次要拿下波斯的城堡了 波斯現在用戰謀想要努力擋下來 但是由於沒有黃金的關係 波斯戰相好像有點難按得出來 右邊城堡也倒了 除了一點的弓兵喔 好 還是帶這個高力GP做出呼 變成自由泡塔的概念 這邊有點太賺了 這邊連這一波戰術打得還不錯喔 對方出戰相 然後用自己敷擊並直接轉向 然後再慢慢補下自己的弓兵的鎧匠 這個打法是蠻猛的耶 遇到大象也是輕而易舉的解掉 神巨頭高力開頭 可能會直接爆掉 再來一發 唉唷 直接倒塌 三巨頭太猛了 好 那個現在要利用到這個高力優勢 在努力在這邊輸出 在後面需要非常多的一個進戰耽誤喔 過來防守一下 才能保護住這些奴兵的攻擊喔 好 這邊肉麻直接上來硬坦 但是這邊強奴 色鋼太多了 其實好像沒什麼傷到 總共有45隻強奴 戰矛這邊硬點 非常少量肉麻 大家戰矛的效果其實有限阿 完蛋這些戰矛看起來是沒救啦 好 托斯看起來快不行阿 PC被拆光 這個高低還在這邊守 哇 這斧烈點就一直在這邊一直射耶 完全不用動耶 是在玩什麼塔房的遊戲嗎 好 托斯的村民已經降臨到110村人口 一直在150村左右 150人左右徘徊阿 經濟有點太跟不上人口了 那些弓兵 這些弓兵 浮烈點還是再繼續發射 雖然巨型頭實際沒有移動 但繼續守這個高低 目前波斯可能是想要等這些弓兵跟巨型頭實際移動的時候再上去 硬解喔 但是 一直找不到一個好機會 後面一直有補這個擊兵過來 所以也不是說 好批出來喔 就已經能殺得到 後面還有一些擊兵之補過來 要上前衝鋒也是很困難的 好 巨型頭實際 開始在拆第三座城堡了 好 城堡倒了 波斯這邊上一波 硬砍巨頭能砍掉第二座巨頭嗎 差一滴沒解掉 哇 心態炸裂 打出了GG 我本來還以為這個戰象 能反推回去喔 但不列艦這邊疾兵處的時間點 真是太好了 所以很可惜喔 這個 波斯沒有辦法用戰象頂回去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喔 哇 波斯這邊經濟實物是一萬三喔 那黃金也是有稍微贏的喔 這個就是為什麼波斯經濟會這麼好 明明波斯是被滅國的那一方 但是經濟上卻是有贏這個不列典的喔 因為它的這個TC效率實在太好了 那很容易喔 就可以激少程度喔 變成一個發大財的一個文明 所以新手們喔 你等一下來嘗試練一下這個波斯喔 說不定疑似成鼓柱 直接實力突飛猛進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掰掰